新能源相关的题目的话 我觉得可以留意中国高速传动 作为其中一个占密股推介 以中国高速传动来说 其实它主要是做什么呢 当然它就做一些风电相关的东西 都看看吧 其实主要有几个业务 做一些风电的温轮机和齿轮的传动装置 这个其实是对于它的业务贡献来说 其实就是最主要的业务之一 再看它去年对于它的贡献来说 增长也有在但是不是很强的 其实都是三点几%左右 另外在工业用的齿轮传动方面 增长也强一点 去到27%流上 另外轨道交通的相对上 占overall的收入贡献低一点 增长也OK 也有23%左右 另外其实这个贸易业务是做些什么呢 去做一些原材料 比如说钢、铜等贸易业务 在就年来说增长是比较强一点 因为你看到原材料的价格 其实也是飙升上来 另外看回它的业务 如果你的收入来说 增长也OK 也有三成的增长左右 但要留意 如果你真的看股东应佔的日利 要看它是否计算 用股份为基础的开支影响 如果你真的不包括的话 其实它会有个下跌在 要去留意 那为什么可以 我又觉得在现水平 又可以去抠下这股股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内地 也有些官方说 它会加大在光伏和风电方面的投资 如果你再加上 你会提早发一些专行债 你除了起一些基建或市政项目之外 可能就是这些 新能源相挂大 炭中和要达成目标 这些项目的话 是会有机会 拿到多些资金去上马 所以如果对于这些上游 制作设备的股份来说 有机会受惠 另外其实它本身的工业用 还有那个齿轮方面 其实也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在工业 机械人等等方面 或者其他的用途 那个发展其实 都是有一定的潜力在那里 但最主要其实都是 衷敬到今年的光伏和风电 可能的投资 有机会因为 多了点钱下来 suppose 还有它这个 都是一个long-term theme 我相信又不会改变 它的业务可以真的 就是希望一路慢慢改善 另外一点就是 因为原材料价格 又好像回落下来 如果这一点回落下来 对于它的毛利率 希望就可以回稳 因为你去年那个毛利率 其实也跌了 也跌得很显著 如果能够那个原材料 那个成本 又可以降下来 对于它的毛利率 可以真的改善 盈利的表现 亦都可以有一个改善的情况 另外 其实如果你真的内地去做多些基建的话 对它的贸易方面的业务 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在那里 所以 overall 衷景 其实那个业务 在今年 和到明年来说 可以一路一路改善 而且它的毛利方面 成本控制 可以回回来 毛利方面 其实也可以改善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去留意一下 再加上它的走势 你看到它近两个月来说 都沿着那个up trend上去 今天就想突破 去四月的高位 如果它真的成功突破到 站上去之后 可以在这看哪个水平呢 可以去到看回六元 在楼上的水平 然后你再看回整体的 对于这个 碳中和 或者这个 电力 新能源 相关的发展 和资金的流向取态 因为现在你是一层层地 审下去 之前火电相关 其实都说过很多次 有不少标了上来 就算昨天来说 都有个别来说 其实都表现得不错 接着到新能源 发电相关 我相信如果那些传统火电 或者再生能源那些 它走完之后 那会回落到那一堆 那一堆升起来的话 它会一路一路地移下去 这些就是做上游的那些 所以再加上去 就是 fundamentally 可能是有机会 改善 基本因素 技术上 也都向上一个突破 不妨可以去看一看 那当然 那些有冲景还冲景 风险其实都要注意 因为这种来说 其实相对上 比较小一点 还有近年来说 都不是那么多人留意 你要预计 波动性相对上 都会有 比较大一点 所以如果你买进去的话 都是要控制好处买 那向下的话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 塞了四个半 它都塞了之前的低位 近这几个 就是上入的低位 和这个升轨 那其中一个 可以真的要考虑 那个止止位 那如果你真的想想 退下一点 其实承受风险能力 大一点的话 可以放低一点 放到四个两何半 即是躲上来 一个小小整固区的 一个低位的区间 可以进行一个 这样的部署了